花蓮市富強路因為年久失修 路面品質相當不好 花蓮施工所爭取到前瞻基礎建設經費 6月29號開始施作路面的改善工程 並且將檢驗標準提升 成為IRI 國際躁度認證 希望可以有效提升道路品質 還有用路人的安全 繼富安路路面改善工程完工後 富強路路面改善工程也已刨除完畢 並從7月1號開始進行鋪設作業 而花蓮市長薇佳賢在2號上午 也特別前往關心施工狀況 確幸能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好的用路品質 那我們在這次內稱不明簽署的道路品質提升計畫 在上一次我們在富安路的部分 也爭取到了相關的機費 那這次在富強路也順利的來做相關的開工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各種不同的一個單位 來爭取相關的道路修復的預算 那也要特別謝謝我們里長 長期以來反映相關地方的一些需求 那也謝謝杜里長 那我們這一次在鋪設道路的部分 也多虧有他來做相關的協調 讓我們在整個鋪設過程裡面都能夠非常順利 那我們也特別要求這一次的一個道路的部分 要做IRI道路平整度的大馬路的一個部分 來做相關道路平整度的一個驗收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達到相關的一個標準 讓我們花蓮市的道路能夠越來越平整 那我們希望說在鋪馬路這段時間 有影響到大家的一個生活起居 有一些不方便的部分 也請大家多多見諒 富強路歷經多年使用 路面已出現均裂不平整 這次的改善視座範圍 是從中山路口一直到域民路口 全長678公尺 預計在2號完成歷清鋪設後 就會開放通行 週末兩天則是會進行表現的畫色作業 請用路人要小心注意行車安全 記者 徐立晴 華聯視報導